首先啊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云里雾 物里云 晶铺升到满级 这是我唯一一个在攻略里面让大家升到满级的这个晶铺啊 它的被动呢 是可以减少我们的巨型散剂的法力消耗啊 这个时候有人说了啊 那我灵运不够怎么办啊 没关系啊 接着往下看 我们先传送到这个碎玉池这个传送点 然后呢 带上我们的鼠变身啊 就像这个视频里演示的一样 来到两个卵之间呢 变身 然后再解除变身呢 这个鼠变身有一个自爆啊 大范围的自爆呢 会把这边的卵全部炸碎啊 获得大概大约3000左右吧 大约3000左右的灵运啊 一共呢 刷这么6万块钱吧 可能至少需要刷6万 然后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这个乌金套装啊 全部升到神针啊 这个我们都是后面要用啊 一周目呢 我们目前应该是只有三个这个霓虹云韬的 所以说呢 其他装备呢 是一点都不要升 正好这三件啊 是能升到神针的 哎 操 灵运不够了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时封啊 欢迎收看这期的黑神话悟空 幽默攻略 咱们是回到这个峰回路呢 继续咱们的主线流程啊 继续往这个花果山顶走呢 我们会遇到这个一路上下降下来的这个天兵天将 不过呢 都不用管 如果你前面的图鉴已经收齐了的话 就是都不用管的啊 我们直接开击散器啊 带个百毒虫就往前冲就完事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啊 这里的天兵天将放在这呢 就是给你点小兵 让你试试这个大胜姿态的 我们获得了这个大胜五件套之后呢 右下角的图标发生了改变 解锁了这个大胜姿态啊 我们的攻击模组会发生改变 就是你在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轻攻击 后面接重攻击 它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切手技啊 并且你的四段蓄力也会变成这个不一样的动画 它是先有一段轻攻击啊 再最后接一个重棍 总之就是给你练手的 你如果不想练手的话 直接去往山顶啊 后面就是最终boss的boss战了 录到这一天呢 我们这个系列也是迎来了它的完结篇 是吧 耗时是一个月之久 终于是做完了 也算是不容易吧 感谢一路上看到现在的各位观众啊 希望在最后呢 大家可以给我一个三连支持一下啊 毕竟我平时是白天上班 晚上录视频 是吧 而且我自认为咱们这个攻略 属于是跑图和战斗都讲的是比较简单的版本了啊 如果确实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可以考虑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 是不是 当然你也可以不把它当成一个攻略 就当成纯粹的是一个游戏实况 是吧 在吃饭或者睡觉的时候呢 来放着 就当是有一个朋友来陪伴着你 哈哈 该说不说 这个花果山上的景色还是蛮不错的 我跑到这边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欣赏四周的景色了 虽然什么都没给我放 但是我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很枯燥啊 在最后这场最终boss战呢 BOSS一共是有四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呢 是石猴 后两个阶段呢 是人形 后两个阶段可以死重打 不会从头再来 还比较人性化 当然我们这里如果直接打最终boss呢 是触发的普通结局啊 这里我们跟着猪八戒的引导呢 去摸这块石头 就会进入这个石头中的世界 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猪八戒摸没反应 我们摸就有反应 而且 我们摸的时候把猪八戒也带进去了 这里有人猜测这个老猴子的真实身份是金蝉子啊 之前不是说金蝉子躲了起来吗 可能就是画成了一只猴子躲在这儿 虽然我不知道究竟他到底是怎么画的 只是一种猜测啊 猴子大小就这样 捡的好东西一定要拿到手 别人不给他就抢 这眼见变息不曾手段的臭毛病 与黑熊矜持又有何分别 小兔小木有的 学佛物道就是当的 还不怕看啊 差不多 都差不多 好一只脖狗 在地下城王城市还不够 偏要把他天上去炒个官做 可这天上没待几日 只因王母父亲他赋宴 连木发重关 恨不得把整个天宫都给拆落 诶 耳听极物 自以妄为 和那黄毛畜生一个东西 养不熟 养不熟啊 那是他还小 不懂事儿吗 又没佛祖教 又没师父带 你这老人家也太小气 老救助人家小时候的丑事不放 大了也没好到哪儿去 他从到五指山下出来后 说是懂了礼数 说了心心 舍之国这一煲药就全露馅了 母孙长 子孙偶像 从来没把佛祖师父那些教会放在心上 哎 顽皮而已 天成本是大人啊 骨子里都就那么在自恋 我也一样 呵呵呵 彼秀之爱 目空一切 比起那黄梅小子的狂妄 我看要到黄多让 这不是那谁吗 叫什么 夫人呢 弄到师父一路之上 把师兄赶过了老家 哎 在白狐陵 他倒是狠心绝情 截连三次打碎过去的爱人 自以为从此不会再有牵挂 可你也明白 他心底根本没有放下 不然也不至于成了佛 仍要旨意逃离岭山 蛇长不死 不仅一蛇 呵呵 这一点他像你 还有你的那些个情人 无论身在何处 永远是涅海擎天的囚徒 别说话 老周智慧根不够 师兄子那次后 情情爱爱的小心多了 哎 白剑 仔细看看 这里很多你的好朋友 哎 酒肉一场 换个朋友 酒肉朋友 也是朋友 你说谁就是吧 嗯 这几个老兄弟 似乎没得一个闪钟啊 是啊 古往今来的奇才已能只是 喝气之多 但真正成就不朽工业的 寥寥无几 你们可知为何 嗯 世道不公 世道从来不公 顺其不好 运气只是强着的签词 那只能是 呵呵 没我老朱英俊了 呵呵呵 因为空有天赋 不思进取 小父亲 陈你想问 想安逸又想冥历 想快逸江湖又想成佛作俗 哪有这样的好事 神本多佑 增可全球 牛魔王如此 孙武功也如此 有天命的眷顾 更需有斩断私心烦念的觉悟 你 可记好了 老后 这不能是世兄的回忆啊 你又问鬼哄我们 哎 如今六根还缺一根 阿杰 是雷根 烟耳明蛇神异 你 蛇神异 你方才看到了什么 我们上 那就是最后一根 哦哦哦 我懂了 是你 我一早就看一 难怪你才是大师生的异 难怪一路赢到我的 不是我 是他 什么鬼话 你说他是大师弄 是 也不是 我说你这个老胡子 不找战友 才看他给我卖什么罐子 哎 大生死后 我跟终于五根村落下来 被这个妖魔充许 唯独一无 没了 一位六根之首 是每个生命 独一无二的本质 正因如此 他注定会随着生命的逝去 而云灭 等等 你说大师兄死透了 活不回来了 你个老东西 一直在骗我们 你的大师兄 绝无可能复生吧 但他的根本 并没有消除 天帝也自会 再生出一个合适的后辈 把那根本 连同名号一起传下去 这天选的后辈 便是天秘人 你已远是无名之人 却在极其六根的途中 抖了重重兼前 占了许多强者 最练出了 足以配得上那份力量的刚强意志 你说 让这小后的停滴我师兄 他可以吗 孙悟空早就死了 八戒 你兄弟明白 你和师兄从来没那么圆满 孙悟空既已不在 当结果是名号的人 或者是他 这边仔细听BGM是敢问路在何方的慢放版本 虽然我这个2.0倍速 不过我觉得反正听得更明显了 是不是 在这条路上 老猴子向我们讲述了 孙悟空确实是活不过来了 但是我们作为天命人 可以继承他的意志 这边再送 你需独自过去 孙悟空死后 留下了一句六根玄武的残破苦尘 纵然多年过去 那残局仍有天文零似 能感应付你生前的情细 你若真是天命所贵 便却亲手将这剧 补生剥裂 戳古磨破的僵尸处去 从此六根河域 稀有重复 不成功德 太阶神问我说出的 我不放去 我从来一直去 这个地方 本就是悟空死后残留的直面所况 这凡德还原的最后一冠 只能靠他自己 你我帮不成帮 不信 离开 小伙大 好折腾 打不住跑 武功的连动 不要别怕 终于是迎来了最后的boss战 这个一阶段非常好打 我们只要无脑的续四段的续棍就行了 而且据我观察 在这个大胜姿态下 我们的所有动作 都不消耗气力 你看我的体力是一直没有下降的 无论是奔跑 还是这个四序重棍 打到差不多半血 这个石源会仰天长啸 然后举手 发送这个地震波 这里如果我出了快点的话 可以在这个四序重棍的强硬状态下 把这个正气档波给抵抗掉 就是虽然受到伤害 但是仍然可以打出这个四序重棍 只不过这边我是出手慢了 被他打断了 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带一点点脑子去四序重棍他 不能无脑重棍了 因为他会追击我们啊 他会放这个地震波 还会从远处蹦过来砸地板 在连续躲过几次攻击之后呢 看他没有进攻欲望了 我们直接原地去这个四序 其实你也不知道他独妹东西指令 总之呢 他不攻击了 我们就四序 这里看他跑过来不要慌张啊 我们的四序会跳起来 正好躲开他的砸地啊 时候进入二阶段之后呢 进攻欲望会强很多 而且他会释放法术召唤另一个分身 在召唤分身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好哪个是本体啊 打分身是没用的 他分身消失之后呢 就是血量是白算的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去打本体 上来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固定拍地板啊 我们就是按照节奏躲避就好 他的起手还是蛮明显的 一拍地板 我们在远处啊 给自己留好这个反应时间 翻滚躲避就好 只不过在第三次震荡波之后呢 还会有这个地板升起来的这个攻击啊 最后他会会扑向我们 我们一看情况不对呢 直接剧行散气 这样的话即使掉血呢 也不会被打出这个硬直啊 不过他在这一阶段呢 他会这个化身盾行 躲开我们的蓄力重棍 所以说这个重棍啊 好像是不太管用了 在这个时候的二阶段呢 他会是冰火两个属性来回切换啊 在冰属性状态下呢 他会拍地板 首先是身边有攻击判定 之后是外圈有攻击判定 我们这时候走到内圈就不会受伤了 趁他出了的剑气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身外身法放出来 并且画一个圆 不过还要小心这个时候 他还有可能会释放这个铜头铁地的 打上去会弹刀啊 看到他是铜箱铁地 我们就别打了 这里呢 他是释放了一个投机啊 我想着啊 不吃白不吃是吧 吃上多玩五块钱的 给大家吃一个看看 后面打到第四阶段更是这样啊 很多投机啊 你是不吃的话 你少玩五块钱的啊 动画看不上 这里我看他要搬石头了 直接去银散气 并且续一个四续重棍啊 我想着他应该有这个硬直 在硬直结束之前呢 我们直接给他来一个重棍 打到半血看他摸倒来 就是要召唤另一个自己了 这里呢 我是想要用这个安身法打断的 但是很可惜也没打断了啊 还是让我开头说的 要锁定他的本体啊 这个分身不要管 躲攻击就好了 不要管他啊 你打完了分身相当于白打半血 他的血量跟本体一样 而且还白算的 所以我们只要盯着本体打就好了 其实应该打这个底下那个 底下那个才是本体啊 这里是一个错误示范 是吧 十风经典的前后期打架是吧 前期打这个分身 后期说打本体 还是听后期的吧 我只能说 这个分身确实是白打 当然呢 前期也有的说了 说我是为了这个是吧 展示一下我的实力啊 把这个分身和本体一起打了 你看情况不对 十分危急 直接召唤小黄龙啊 可以看到我这个交道的手啊 某某恩 哦 嗯 嗯 嗯 好 一直二打一也太欺负人了 用用法宝吧 好的 打死了分身之后 但还有本体啊 白打 感觉还不如打这个本体呢 打完本体现在都通了 随便紧接着我想用云里雾雾雾打伤害啊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还有很强的霸体连续砸 砸掉了我好多血 得亏我最后完美闪避了一下 不然这一下我要被砸死 就是云里雾雾雾雾雾的主动啊 它的持续时间很长 你也有霸体 对面有霸体 两边互相伤害呢 就比的是谁血条长了 那咱们的血条肯定是没boss长的 就很危险 这里可以看出大乘姿态的两斗蓄力重棍 它是一个裂棍的招式啊 是一个裂棍的招式啊 是一个裂棍的招式啊 是小鹿手的招式啊 是这个裂棍的招式啊 那我们发现了这个缺度 就是屌 vers了 是一个裂棍的招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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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裂棍的招式啊 这就是这种招式啊 没想到这个石头打完之后呢 直接变成了这个大胜残须的状态啊 变猛了 不过也会把我们的状态回满还不错 这里如果你不喜欢用这个大胜姿态的话 可以死一下在土地庙换装备重新打 当然我个人还是认为大胜姿态还是蛮好用的啊 直接第一阶段就是无脑思绪重棍也可以过 不过偶尔你离得远的时候 这大胜会扔棒子扔过来打断你的这个蓄力啊 如果被打断了的话没关系啊 我们就再去一次就好了 他不会连续打断你两次的 这里看出来 即使你的思绪重棍前几段中了 最后一段重棍呢还是会被大胜躲掉的啊 就如果他不再出招姿态下的话 这是一个要点之后 我们打杨甲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一点 就是这个两个boss啊 他们都会躲你的重棍 所以必须要他这个动作完成之间 才能中这个蓄力重棍啊 如果他这个重作已经做完了 在他空闲的时候 你是打不着他的 这一棒子应该是打出暴击了 感觉伤害非常高啊 不过这个大胜进入残血状态之后呢 他这个动作期间你好像也打不到了 他会释放这个剧情散气躲你的重棍啊 所以说我们就尽可能的别用重棍了 这里我演示一下他是怎么躲的 要去较好了吗 你确定 看我 你不要死 我可以死 我可以死 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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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能看出来 他其实已经出招了 在这个动作之中了 他仍然用这个巨星散气 把我的招式给躲了 当然不信邪可以多试几次 比如说你看这里 他仍然在出招剑气 还是把我的中棍躲了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蓄力中棍轮椅 彻底是不能用了 大圣偶尔会在你轻攻击的时候 使用巨星散气去躲你的技能 他留下的残影是会爆炸的 伤害你 而且还会打断你的动作 要注意一下 成功进入二阶段 大圣会不讲武德 把我们身上的五个根器都吸回去 也不能说不讲武德吧 本来就是人家的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根器加成都会消失 并且大圣姿态也会消失 这里一说就是大圣的残躯 在考验天命人 说你没有我的五根 单纯是用天命人来击败 我这个有五根的大圣 看看你能不能击败我 如果你还能击败我的话 就说明你有资格继承我的这个意志 这里上来大圣就是一个细细重棍 以其人之道 还着其人之身了 属于是 要先躲第一段连续的灰柏 之后再躲一个延迟的蓄力下达 这里我们就是多用巨星散气 虽然说根器加成破影一击 减少冷却的效果已经没了 但它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很高的容错率 只要一看情况不对 巨星散气拉开喝喝酒之后 就直接撞上去 这里我直接吃一个投机 展示一下这个动画 大圣会用分身把我们击倒 会一副怎么这么弱的感觉 然后把棍子给我们 让我们起来接着打 这里我看我的法力还有很多 直接安身法 加上猴子猴孙 而且这里不知道为什么 触发了一个大圣好像不打我的一个bug是吗 他好像很长一段时间都站着给我打 只是向后闪了一下身 这里听到前摇声音呢 其实可以翻滚闪避 我就演示一下被定住的效果吧 就是大圣的定身术是可以用翻滚躲掉的 这里骑上金斗云之后 好像是有两招不同的 但是攻击的节奏基本相同 你用同一个节奏翻滚都能躲开啊 这里我也是一直没讲 安身法在释放瞬间有一个无敌针啊 可以看到我用无敌针躲了他的一个重棍 二阶段的大圣残区呢 他会在这个立棍的时候呢 不断放这个金箍棒幻影 我们可以用这个棍花挡掉啊 但是这个大圣自己冲过来就挡不掉了 大圣说什么我也想用棍花挡掉吗 而且冲过来之后还会接一个红棍子啊 是两段的蓄力声音 我们听到帮帮两下之后就可以闪避了 这次就是金斗云的第二招了 一次是转过来 一次是飞过来之后呢挥棒子 这里大圣释放了一个升级版安身法啊 比我们的更大更长更持久 但实际上没什么威胁啊 只有他这个边缘呢 会让你积累这个火焰槽 其他的你站在这个圈内 甚至能回这个棍式啊 所以还不错 这里很可惜八角扇的效果结束了 他把我的中弓给躲了 八角扇的持续时间呢 可以从右下角的这个进度条观看啊 进度条走没了 八角扇就结束了 这里他又要是让定分数 我们还是不躲啊 被踢到之后呢 直接连续翻滚两次 是正好可以躲开的 或者是找时间翻滚啊 看找时间呢 就需要你记一下 他是什么时候劈下来的 对吧 这里我没有招去进攻而是喝酒 是因为我想出发他的下一段这个动画 这里面有小彩蛋 就是你在喝酒的时候 有概率被大大圣定身住 只不过这里大圣一时没有定身我 有点难受 我们还能再躲一躲 在一定程度上 你在远处喝酒的时候 大圣会定身你 并且从你的手中抢这个酒瓶子喝 好在回的血不多 就是回一点点血 就是一个小彩蛋 不过这个定身术也可以用翻滚躲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让大圣回血的话 危急时刻就给他翻滚躲的就完事了 这边我是想看动画 你要是他要是跟咱们似的 回个什么三乘六分的生命值 直接白打 再熟悉了大圣这些招式之后 我也是成功用一个切手技终结了他 完成这个普通结局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有人说他帮康僧取道的真经 疯了斗战圣佛 从此留在了灵山 也有人说 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 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 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 说熟人杜转的一只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 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到这里切镜头 是普通结局和特殊结局的区别啊 在特殊结局呢 就没有切这下镜头 没有带金箍这个动作 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普通结局里呢 我们天命人戴上金箍 立地成佛 但是呢 同时也被困在了 这个大圣残区的这个石头之中 等待下一个天命人来跳脱轮回 这边这个石头中的猴子身体啊 不知道是老猴子的 还是咱们天命人的 就是一直封在这个石头中啊 我觉得就是天命人的 是吧 就也封在这里头了 下一个天命人来打 就打的是我们了 就是有五根的天命人 普通结局的片尾曲呢 是小孩和大人一起唱的 赶完路在何方 也就是以前那个西游记电视剧的片尾曲 很多 name 都把鲀权 都把倦仙又出发 有出发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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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盼盼春秋冬夏 一盼盼酸甜土辣 甘本路在河方 路在脚下 甘本路在河方 路在脚 脚 看完这位动画之后 我们再次在首页点击载入游戏 或者是继续游戏 不要点载入轮回 我们可以从存档处再次回到我们原来的存档 这里我们就不打最终boss了 传送到小西天冲寒道土地庙 往右走 之前我们主线是往左走 我们往右走 一路跟着这个视频走 就可以走到浮属塔 哇 啊 那 在土地庙修整过后 我们就可以沿着楼梯一路向上 可以遇见之前我们在小溪天遇见的小孩弥勒福 进入弥勒福所指的壁画 我们就来到了一片冰天雪地之中 沿路也是一大堂的跑图 什么怪都没有 在这个土地庙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装备换成我们之前升级为神针品质的那个乌军套装啊 并且携带好我们的丹药啊 法术 虽然我打的时候忘记吃了 但是大家打的时候呢 可以吃一吃是吧 毕竟是这个全游戏最难的一场boss战了 这里我们只要不是第一次打他呢 就静止往前跑就行了 他会越起来扎地啊 但是扎不着我们啊 只要静止往前跑 他是扎不着的 回身呢 还会扎第二次 然后狗在天上还会咬我们 听到这个狗叫的时候呢 直接翻滚就可以 二郎神呢 一共是有三个状态 前两个状态呢 还算招式比较单一啊 这个神针品质的乌军套呢 效果是在我们显形之后 仍然可以让假身持续 这个假身的嘲讽值 比我们的本体高很多 所以说二郎神呢 就会追着假身打 然后我们就可以稍微减轻一点 这打他的负担啊 他的有些招式不会瞄着我们放 而且在这个剧情暂地状态中呢 不要释放这个蓄力重棍 因为一个是在常态状态下 二郎神会侧身闪躲你的重棍 二个就是 你可能等不到他这个释放招式 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他释放招式之中呢 放这个蓄力重棍 才能打中他 但是你可能等不到 他就已经解除这个状态了 然后你解除状态呢 就不算你破影一击 破影一击呢 就减不了这个冷却啊 而且再有就是 我们既然破影也会留下脚身的话 那为什么不这个破影直接打呢 对吧 你如果耽误了半天时间 在那蓄力了 结果你蓄力完了 假身消失了 这不是白升级吗 打掉四分之一血之后 他就会进入二阶段 首先是拿斧子砸我们吧 要翻轮两次啊 他砸下来一段伤害 然后震荡波有一段伤害 但是我不躲啊 展示容错 杨姐在第二阶段呢 会飞起来射这个剑啊 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输出的最好时间了 因为有这个假身的存在呢 他不会瞄着我们射 也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的 杨姐的动作模组啊 非常丰富啊 他有好多套招式啊 几乎不重样 而且呢又是快慢刀 所以呢 我们去记他的招式 显然是不现实的 大部分呢就是靠运气 一直翻滚呢 能躲掉几个就躲掉几个 等这个剧情散气好了之后呢 直接剧情散气 不过怎么说呢 在第三阶段之前 我觉得招式还是相对固定的 你想记也可以记啊 还是蛮好记的 无非就是多打几遍 像刚才那个大斧子的招式啊 斧子在挥舞的时候 有范围伤害 我们最好不要进心输出 这里呢 我是蓄力打晚了 他还是给我躲了 如果在他这个 招式之中的话 他是躲不开的 然后我们剧情散气之后呢 尽量是站在后面 或者是侧面输出啊 因为你站在前面输出 就是相当于 他打你的假身 还是会打到你啊 不过要注意的是 他有时候招式啊 是带着个旋转的 我们近可能啊 也不要跟假身站得太近 他有时候旋转打过来 还是会打到你 打到半血固定触发 猴欢血环节啊 我们也是直接变身 虽然说很逆天 因为他的这个 眼睛射击光啊 二狼神的第三只眼啊 就可以解除各种变身 我们只要被碰到一下 就解除了变身了 但我为什么要变身呢 因为就是玩 其实是因为 这个小荒龙的闪避性 能更高一些啊 这里的飞剑 可以用棍花挡掉 发现这个 红光亮起来之后呢 直接连续翻滚 可以躲掉他这下冲击啊 如果不放心的话 可以提前棍花 防止被打到啊 这些飞剑也是 如果你中了第一下的话 后面几下都会中的 以及刚刚那个变身 交得那么随便 也是因为 如果你在这阶段变身的话 二狼神也会变身成 一个老虎或者是鸟吧 他会过来打你 如果你被打中的话 也一样会解除变身啊 是一样的 这里我看他要起飞了 直接一个四序中棍啊 是一个输出的好机会 因为他这时候躲不了 但是我同样也躲不了 还好我的机型算器刷新了 直接拉开 这里的飞剑啊 暂时不会出现 我们可以暂时不管 这里我的棍花呢 纯属在搞笑 他会连续的冲刺两遍啊 之后会连续射出 四道激光之后呢 一个旋转下达 最后这个飞剑才会飞过来 这第一下叉叉叉呢 不要害怕 他只是给你标好路径 只要翻滚出来之后呢 后续第二次才是伤害啊 这边杨简应该是 释放了一个十连击啊 就是招式很长 我也是趁机输出了 一个蓄力重柜 他招式这么长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停下来闪避我的 哎 来了 只要看到他 向右侧后方举起他这个刀呢 就是一个纠急的快慢刀啊 节奏很不好找 最好是巨型三级拉开 趁他在这里打假身的功夫呢 我也是在一旁使出我的发宝 可以呢 持续打出硬直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使出我们的 云里雾和物里云了 可以看到在敌方没法还手的情况下 这个伤害还是蛮可观的 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罪三天 不在大战三百回合 这里要解也是不讲武德啊 不是说要回天上大罪三杯吗 怎么反手就给我偷袭了 不过这里也是展示了一个经典的 法天相帝环节 就是孙悟空和杨简都会的 巨大化法术啊 这里有观众就问了啊 说这个我们是怎么会法天相帝的 天命人也会这法术吗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种答案 说是因为这是画中世界啊 画中世界呢就比较抽象啊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呢 从六六寸来看 画中世界应该也不是幻境吧 它也是真实的 所以说我感觉 你要是问我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啊 优质回答我不知道 这里其实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剧情啊 我特别想笑 有点绷不住 就是杨简说先和他们操练操练 实际上就是让这四大天王上来松死来了 不过这边确实是有战神那个味道了 后面尤其是后面的处决啊 这个非常的血腥暴力 我感觉他要是全个游戏都是这种画风的话 估计过不了神 这一段能过神 我估计大概是因为这个四大天王的血是蓝色的啊 我们作为石猴呢 有普通攻击重击两种这个攻击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铜墙铁壁的聚能啊 六下角呢 也有这个积攒的棍势啊 不能叫棍势 可能应该叫权势吧 有这个权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释放这个重击来回血啊 可以说是一场几乎死不掉的战斗啊 只要你快死了 你直接就按重击回血 它回的血不是一点半点啊 几乎是可以回满 如果你有这个四斗的诠释的话 这边这场战斗呢 可以说就是一场过场动画了 基本上没有难度啊 大家看看就好 总体来说打的还是蛮爽的 这边这个广木天王开散还是蛮震撼的啊 而且召唤了一个虚拟的抗金龙 把我们给缠住 并且把我们冰冻住了 但是呢 我们这时候呢 四栽不拒啊 不仅四栽不拒 在这个冰冻和火焰呢 还能附魔是吧 它给我们冻上了 反而给我们附加了一个这个冰冻附魔 我们从此也多了一个技能 叫做这个木冰 可以把我们的拳头呢 附加这个冰附魔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这个特别的 但是感觉好像伤害变高了 还剩最后一个天王啊 网友管他叫孤独摇滚 逗死我了 在旁边一边弹音符 一边打辅助 这里要讲说帮你 有人就不理解了 说怎么就帮我了呢 这不是在打我吗 可能说的是帮你复仇吧 对吧 这四大天王当时跟着我一起 把你给杀了 现在你给他们也杀了 是不是 帮你复仇了 因为在这个杨简的眼里啊 这个天命人就是大圣的重生版本啊 他没有帮这个四大天王去一起打你啊 就是让给你一个机会 给大圣一个复仇的机会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也没绷住 什么叫 若是敌不住就叫杀了 就是说 你要是打不过我 你就赶紧让我给你杀了 什么劝降台词 他就会打不住了 与你动 还是这般 非力奋斗 这里吗 算好 杨浅打着打着从空中拿下来一把新武器 其实我不知道这把新武器的来历 但总之呢 是可以变换成各种武器的形状啊 还没有杨子掌握了 差不多了 还没有杨子掌握了用这个武器了 这里还是 To-2-1 vara 派 Smith 这次来到过去的角色子探索了 这次的角色备趾站 还有一冒险 从来 加上把 Ela担持到账 refr。 你将现在再来到账簇 看起来到藤坜的武器, 看起来到场价, 最遵復的角色 我哪 그렇죠 这里 我哪有个人能赶上 C blond也就是这次了 开了 适乐器 魂尽 我哪有个人能赶上 这次的角色备 魔粉与这是闪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的感觉还是蛮震撼的 我还是挺想要一倍速慢放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只不过碍于这个视频时长啊 如果我一倍速播放的话 这个视频就一个小时往上了 这一拳就告诉你什么才叫真正的打回原形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相当于是我们从这个杨姐的第三只眼中 获取了大圣生前的所有记忆 这样我们这个天命人所代表的第六根才算是完整了吧 和弦众兄弟又是你 就是为了这一刻 那一站好好直到今日 我才明白 一失明锁不住的 一道工 哭不住 一肉身之死 换一年永续 大呀 我会辜负的 我心结一切 你的路 才刚开始 这里很多人在疑惑 就是这个弥勒为什么和元首成站在一块 他俩确实不应该站在一块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他们俩讨论的事情上 就是这个未来是否是既定的 就很简单 弥勒认为呢 未来是不确定的 而元首成呢 认为未来是确定的 因为他有无数的这个小的成因组成 算不出未来呢 只是因为这个成因知道的还不够多 然后这边我们回到这个大圣战啊 照样把他击败之后呢 就可以触发我们的真结局了 别 gasoline 别 somethin 别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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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umm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这里准备切镜之前发生变化了 这边切镜并没有切到戴金箍的镜头 而是切给了天命人的脸部啊 成了佛又不合 那道工一直都在你的头上 让开你的口眼 我这种太子来 给你看 孙悟空 如因大道天宫 你甚至法力压在无情山下 请天灾满足归于世教 且且无人乐阳山 在诸中炼博香怪眼宫 全中全石 加上大宗祝福 如备奉战圣伙 那四处犯了上天 御地彼此三世 只等击弦的米劲 高天的面积 瞄动锁天 大宗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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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的动画相当于是把西游记的内容给倒着讲了一遍 不知道是否是暗示这个故事的主旨 就是孙悟空在挣脱这个命运逃离轮回 想要摘下这个紧箍 然后依靠这个甜美人的方式 用后人的意志替自己摆脱了束缚 网上有一种分析 就是说大圣代表的是曾经我们的一位伟人的意志 我觉得说的有八成道理 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 这个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我觉得是你要说有理的话肯定是有理 但是我带着这个理论在游戏里面找的时候 其实也会能找出一些矛盾 所以我不是很想仔细谈论这一点 但是我们就回到游戏质量本身的话 它确实是能够够得上3A游戏的 我觉得仅仅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我去夸奖它了 就是如果你说在steam上我要给它写一篇评测 是推荐还是不推荐的 我肯定是推荐的 它是一个中国游戏 可以说是里程碑一样的一个作品吧 以前已经也有过里程碑 但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里程碑是吧 代表着中国游戏的技术水平的一个新高度 或者说至少它的流量到了那个级别 曾经一些我身边不怎么关注游戏的人 他们也知道黑神话悟空 让他们对游戏是仅仅是一个消遣娱乐的这么一个看法 改变成它也可以是一种艺术作品 至少有这样的转变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而且现在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它相比起于过去的2077那种 宣发大于实际的情况来说 它好太多了 虽然说有点虎头蛇尾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质量还是对得起宣传的 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 它在我心中能够达到一个九分吧 如果是更年轻一点的我的话 也许会踏到很多毛病 是吧 这不好那不好 但是现在随着我的年龄增长 我的阅历也在增加 当我知道一个游戏 它是如何被做出来的时候 它要付出多少东西 才能达到如今这个效果 当我知道了越多的时候 我越知道能得到今天这个结果 是多么不容易啊 所以说我很难去苛责它什么了 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买了玩了 做视频了 支持之后期待它的下一部作品吧 希望这不是一个最高点 而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前兆吧 咱们 hani你咱们 declare 它们被说成数 去去把事以难 Baş人309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主页面呢 就可以点再入轮回了 再入轮回之后呢 我们会真正的获得大圣的第六根器 当然还要把前面这些动画 开场动画什么的打完啊 至于这个一键玉的效果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那么这期视频呢就录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一定不要忘了点关注或者一键三连 最后还能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么我是石峰 咱们就下一个游戏再见吧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